我们继续来查考加拉太书 今天我们进入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那么加拉太书我们已经谈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书 因为它有可能是保罗在他的这个生平当中 这个最先所写成的书 所以他所写的这个日期大约是在主前49年的 这个主后49年 所以AD49年 那么AD49 所以在了解这个日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许多的这些概念的圣灵影响 后来把这些教义的概念甚至把它扩展了之后 就变成罗马书这本非常重要的书籍 那么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之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它主要是强调音信称义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对这个福音的这个音信称义是非常强调的 那么在这个第一段这个我们要谈到这个加拉太书的大纲中间 头一段我们看到这是恩典的宣告 不要忘记我们要了解这个加拉太书 它是一个强调的所谓的这个主题 是说明这个福音是基督的恩典 那么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个 在强调这个律法的过程当中 你不可以忽略掉神的恩典 那么靠律法我们是不可能讨神喜悦的 因为你如果在律法当中你犯了一条 就等于是犯了重条 那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是遵守完全的律法 只有耶稣一人 那么因此呢 这个在谈到这本加拉太书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看到它是一本抵挡律法主义的书 那律法主义的概念不是遵守律法的人 就是律法主义 而是遵守律法主义 以至于要得着救恩的这样的人 这是律法主义 那遵守律法的人 其实是神所称许的 因为主耶稣是完全遵守律法 他没有犯任何一条律法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认为一个遵守规矩的人 我们就说他是律法主义 可是却忘记了一点 在新约时代 新约的律法要比旧约的律法还严格 因为旧约的律法是 你若是杀了人就犯了罪 就犯了律法 可是新约是你若是恨人 你就犯了罪 旧约是你若是奸淫 你就犯了罪 但是在新约说 你若是动了淫念 你就犯了罪 所以不要以为遵守律法 就是律法主义 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而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他一定会尊重律法 并且遵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律法也是从神来的 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得救 但是我们却是怎么样 却是执行神的诫命 来证明我们是受恩典临到的 蒙恩的罪人 这两者是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强调说 不要遵守律法 丢掉律法 把旧约的律法给丢掉 那是完全的错误 完全的错误 主耶稣是完成了律法 他没有违反任何一个律法 因为主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 就遵守我的诫命 诫命有的时候呢 被当作律法的另外的一个名词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如果我们真正爱主 你需要尊重神所定命的这个诫命 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来证明我们的确是爱他的 可是今天有些人说他真的爱主 可是根本不管神要什么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喜欢的诗歌带到教会里面来说 我只要爱耶稣 然后主不会在乎我唱什么歌了 你错了你错了你大错特错了 因为神有他的标准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 他要唱圣诗 然后呢我们却唱 却把这个世俗的音乐 带到教会里面来 然后说 这我们大家喜欢的诗歌 所以呢神你就接受吧 神说我要听的是圣诗 神说我要男人穿男人的衣服 女人穿女人的衣服 神说这是我的标准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家里面 来混淆了神的诫命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 我们我们的信仰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我这样讲不表示说 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对 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原则 我们要把神的标准 按照神的标准去执行 你不能够说我有好的 intent 企图好的心意 然后呢神就会接纳我 你错了 你有好的心意 好的 intent 企图 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的方法 神的原则 神的旨意 神的诫命 神的律法 你仍然会被击杀的 就像这个乌煞 他被击杀了 他要扶着这个约柜 但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人不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产生这种悲剧 那你难道说这是神的错吗 不是啊 是人的错误啊 人的罪啊 所以 虽然新约时代 神不再这样 严厉的像旧约 以色列人那样 要在设立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这么严格 神给我们机会悔改 可是你也不能够把神的标准 给降低了 我担心的就是我们今天 有很多人信主信了一辈子 可是所做所行呢 根本不是按着神的话语 那这是最危险的 最可怜的 我们以为我们爱神 可是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爱神 所以这就是我们盼望 各位能够在整体的 加拉斯太书里面来学习到的 这个律法主义 是借着律法得救的人 而遵守律法 是那些真实爱神的人 他要谨守神的诫命 而且这个人所当尽的本分 说实在的 人所当尽的本分 就是敬畏神 谨守神的诫命 那诫命是什么呢 不就是从律法来的吗 所以敬畏神 谨守神 所吩咐的 这个诫命 所以这就是我们盼望各位 能够了解的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要进入 这个每一章每一节 我们来跟各位分享 头一个我们看到 加拉太书的第一部分 第一章一到十节 我们看到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个是使徒的问安 第二个是使徒的忧伤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快的就离开了 这个正确的福音 去追随另外一个福音 那么这个我们在上次的时候 谈过这第一章一到五节 那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一下 这五节的这个概念 这是保罗使徒在问安的时候 所跟这个加拉太教会 所问的安 他说 做使徒保罗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教他从势力复活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们同 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那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来看了 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这个保罗使徒在 开始写信的时候呢 他这个一开头呢 就说明他自己的身份 他说 做使徒的保罗 然后呢 用一个挂胡来说明 这个使徒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说 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由于神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我们需要看到 这个写作的方式呢 保罗写作的一贯的方式 先说明他是谁 然后呢 再说明 这个写给谁 所以第一章第一节 就说明他自己的身份 第一章第二节 说明跟他在一起的弟兄 写给加拿大教会的各教会 这是一贯的成名的这个方式 他成名他自己的身份 说明他自己的名字 使徒保罗 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但是他以使徒身份开始 这个书信 因此呢 具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原因是因为 这个加拿大教会呢 有很多人怀疑保罗使徒的权柄 跟保罗使徒的身份 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呢 就先说明这个重要性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49年 祖后4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保罗这个 在普遍的教会里面 还没有被接受 那么因此呢 众人都还是接受 这个犹太人的使徒 而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呢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他还是受到一些质疑的 那么甚至各位 你如果看这个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 十二个使徒当中呢 一直要到十四年 保罗信主十四年以后 才跟他有亲密的交通 这是非常可怜啊 这因为 就是因为他的见证 在还没有信主以前 他到处去逼杀基督徒 所以这也难免这些 这些有名望的使徒 他们观察一段时间的时候 才跟这个保罗有交通 而在这个时候 保罗这个产生 这个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 那就是那个巴拿巴 首先来跟他 有这个弟兄之礼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 加拉太的独特性 是因为使徒保罗 证明他保罗的 使徒的身份 来说明他的身份 不是自己随便冠上的 那么先要谈一下 这个使徒的意思 Apostle是 One who is sent with a commission 也就是说被拆派的 有一个死命的人 这叫做使徒 所以中文翻译成 猜死的这个门徒 他被猜死出去的 他被猜遣出去的 所以我们翻译成使徒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见 他是有一个任务的 而这个任务呢 是他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 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 做使徒 似乎要受信人 特别留意他这个职份 而且呢 他强调这个选柄 他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 这个经节的 这个细节 不要忘记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的主题是 这个在神的恩典之下的 基督徒的自由 许多的人滥用了 误用了基督徒的自由 所以他们觉得 一旦信主之后 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这是错误的 基督徒的自由 是在神的恩典的 这个笼罩之下 在恩典中行的 基督徒的自由 才叫真自由 没有限制的自由 那不叫自由 那叫放纵 所以任何的自由 它都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没有限制 那就不叫自由了 那么所以在恩典的 这个原则底下 所这个导引的自由 才是真实的自由 那么因此 我们在旧约时代 我们在律法中 被这个规范 所以以色列人 在律法之中有自由 可是越过了律法 那就是犯罪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在恩典中 有基督徒的自由 可是越过了主的恩典 我们其实也是犯罪得罪神 那我们一起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限月与信心 其实是在一线之隔 你如果不是在恩典之下 明白神的心意 去执行的这个自由 你基本上就是限月了 那么这就是 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 要非常小心 去体会神的心意 而不是随便按照 我们自己的心意而行 不是说我爱耶稣 就真的爱耶稣了 你说你爱耶稣的时候 拿出证据来 什么证据 你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 这个遵守主的命令 是主的每一条命令 都要注意 而不是说 只是大笼统的 每一条命令 我们都需要注意 所以这就是盼望 各位能够了解的 那么首先保罗说 他这个使徒的职份 他有个特别的形容 第一个 他不是出于人 所以呢 首先这个不是出于人 是说明他不是群众当中选出来了 所以他不是出于一种群众的情况 所以他不是出于人的权柄 他不是出于群众所举列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服事神的职份 说实在的不是从民主产生的 也不是多数人决定 很不幸的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这个民主的那一套 带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多数人决定 也许有一些教会按照这种方式能行 可是你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 在教会的事情是多数决定的 如果你能够找到任何一篇经文是说多数决定 那我服你我改变 可是你注意看到在所有的这个经文的解释的时候 都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有属灵的领袖 他们不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 他们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 然后顺着圣灵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那么交付众人来认知认可 然后付诸行动 所以比方说这个第一次的耶路上的教会 第一个耶路上的教会 那么他们有一群使徒 有长老并且有这个 这个雅各作为主任牧师 他们在讨论这个教会的形式的时候 问说这个外邦人的使徒 外邦人的信徒应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要不要遵守律法 所以有很多的这些辩论 辩论完了之后 他们一起祷告 祷告之后 这个众人就决定 这个长老们 这个使徒们 还有这个牧者 他们就一起祷告 圣灵就引导他们 然后他们定规说 有四件事情 外邦人的这个信徒 必须要遵守 其他的 他们必须遵守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 在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 那么后来这个教会人愿越多之后 我们看到教会就疏忽了一些寡妇的需要 于是在教会的领袖 彼得还有这些使徒们 就开始跟这个长老们 教会的牧者来商议 看怎么办 于是他们一起祷告 于是他们就向众人公布 公布说 我们定义 需要选出 这个一部分的中间 在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人 这七个人是有信心 并且被圣灵充满的 来管理范事 他把这个原则定下来之后 这是有原则的 你必须要有信心 必须要被圣灵充满 有好名声 然后去在这个中间找这七个人 如是七个人被选出来 然后他们去执行 那请问 谁做的决定呢 是长老们定规到这个原则 然后众人们去选 按照这个原则 去选出适当的人来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看到 当然这是一个一体的决定 可是从来没有是多数的决定 就是像民主那样 我们多数投票 然后呢做决定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保罗的权柄呢 使徒权柄呢 不是从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 保罗说他的权柄的来源 不是从人来的 不是从群众来的 不是从民主产生的 不是从广大的群众来支持的 今天我们的政权是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 因为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政权 但是这不是属灵职份的根基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情况 我们所选立的教会的领袖 需要有更高的原则 他不是人民做主 而是什么 而是神做主 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强调说 为了人民 民有民智民想 三民主义 这个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跟这个民生主义 把人民高举到一个神坛的地位 但是请问谁是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用人民这两个字呢 来进行仁义的政权 事实上 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是属乎神的 除了有一天基督自己来掌权 那个时候才是正确的 所以各位你需要了解 我们服从所有神所设立的权柄 所有的政权我们都服从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 如果神决定我们在那个政权底下 我们就服从 但是我们知道 这并不是神最终的心意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 主耶稣说我们的国不在这个世上 这世界非我们家 我们有更美好的家乡 那么所以保罗在这说 不是出于人权 也不是出于王权 所以他说也不是借着人 那不是出于人 因为是群众 不是借着人 不是从一个王权 或者是一个人的权柄而来 所以使徒的权柄 属灵的职份 也不是由独裁的军权所产生的 不是从民族产生的 也不是从军权所产生的 而是从神那里来的 是神亲自指派的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使徒的权柄不是由属世的王权 或宗教的这个独权来传授的 也不是由这个军权来指派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由军权来指派 那么甚至就可以参与到 这个信仰的范畴之内 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看见 这个属该撒的跟属神的 是不可以怎么样混为一谈的 甚至连该撒都是属神的 当这个人们来诀问 质问这个耶稣说 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的时候 那么如果主耶稣说可以 他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犹奸 犹太人的汉奸 犹奸 那可是如果说 他说不可以 那么他就是反叛罗马帝国的 所以无论他说可以不可以呢 他其实都中了计 但是耶稣是何等有智慧 他不但没有直接回答 他告诉他们说 你拿了一个纳税的银钱来 于是他们拿一个什么样的银钱呢 是纳税给罗马帝国的那个穗银 那你知道在这个 在这个奉献给圣殿里面的银子 是没有铜像的 没有人像 没有号的 它是穗银子 可是这个罗马帝国的钱币呢 是有罗马帝国的头像 还有罗马帝国皇帝的这个年号 所以当这个他们把这个税 这纳税的银子 纳给罗马帝国的这个税银 拿给这个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就说 你们看这个在这个钱上面 这个他是属于谁的 他们说是这个该撒的像 那所以主耶稣说 该撒的物归给该撒 神的物归给神 那这就好像解决了他们问题 可是他们其实并没有深刻的思想 到底主耶稣在这个这句话 这个这个更深刻的表达 他们因为这个 这个铜钱上有该撒的像 所以那就是属于该撒 可是他们忘记了 如果用这个像来决定 这个物质的所有权 那这个铜钱上 银钱上有这个 罗马帝国的像 好所以这是属于罗马帝国的 然后主耶稣说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误以为 圣殿的钱当归给神 可他们忘记了 这个像 这个钱有罗马帝国的 皇帝的像 所以属于罗马帝国的皇帝 可是请问 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是按照什么形象造的呢 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是没有错 这有你的形象 这归给你 可是不要忘记 凯撒皇帝 你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神的物 当然归给神 所以不但 穗淫在圣殿里缴纳的 要归给神 同时 属耶稣在提醒 这些罗马帝国的 政权的君主 说 他们 其实 也属于神 我们都属于神 因为我们是从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在我们的 这个 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全生命当中 有神的形象 那既然我们刻印了神的形象 请问我们是属于谁的呢 你可以说你不信 你可以说你拒绝 你可以说你完全推翻 所有的这些记录 可是 不要忘记 你在你身上是有神形象的 这样的一个 印象 你是归属于神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王权 也是从神来的 所以王权 说实在的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属灵的职份 不是 如果是从人来的 不论是广大的群众 或者是从民族所选出 或单独的军权 或者是宗教的教主所指派的 他们都没有永恒的根基 那么所以 保罗在强调说 这个做使徒的保罗 他不是只是强调说 他的权柄是从这个 人的阶度而来 那么他继续说 他说乃是出于子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乃是出于子神 这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乃是出于耶稣基督 是借着耶稣基督 所以借着耶稣 这样的一个权柄 借着人的权柄 那是王权 借着耶稣基督 这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权柄 所以所有的权柄 在耶稣基督完成他的工作之后 罗马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这个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说 所有的权柄 十六节说 十六十八节说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 所以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给主了 所以主耶稣 的确有这个所有的权柄 来赋予他所选择的 属灵的领袖 特别的权柄 来执行他的任务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是借着耶稣的权柄 而耶稣是具有所有的权柄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归属了耶稣基督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属灵的职份 是由教会的基督 这个教会的头 也就是基督而来的 如果不是主自己 拆派或指定的 那么他们没有真实的权柄 那如果是从主 亲自拆派和指定的 那么他的权柄 才是怎么样 真实的 而且是永恒的 保罗很清楚的指明 他的职份是从 耶稣基督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保罗以后 所要面对的是 许多这些 教义上的争论 或者是 各式各方面的 这些错误 异端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必须要 从神来的权柄 以至于能够攻击 这些异端 异教 假教师 假教训 他从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来的权柄 而且呢 也是从那个 父神而来的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父神 不但是出于子神 也是出于父神 而且是叫子神 从死里复活的父 保罗要提及 这个复活的主 是因为 他是复活的主 亲自设立的 外邦人的使徒 他亲自看见了 这位复活的主 而这个 复活的主 在大马社的路上 也指派了他的任务 那么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 保罗一生呢 是不顾性命的 不顾景象的 他要传达 传扬这个复活的主 叫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 这位神 拆派他 来担负这个 外邦人使徒的职份 而这就是我们的 信仰的这个 基本的根基 我们今天之所以 有福音可以听 并且能够有机会 能够信 就是因为使徒 保罗 他领受了 从大马社路上 耶稣基督所赋予的权柄 并且 这位实力复活的 主呢 是从父神那里 所赐予的这个权柄 所以保罗积极信 就是因为他 看见了复活的主 所以他拼命的 想要改变许多的这个 许多的人来信主 因为他的确经历了神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有许多的人的信仰 他其实不是亲自的经历 所以对这些 你没有亲自经历神的人 你可有可无 为什么 因为你实际上 没有亲自经历神 所以对这个信仰 对你来说 不是像保罗 那么样子 直接并且贴切 你需要经历神 而经历神的方法 只有一个 就是顺从他的旨意 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 那么你就会经历他了 顺命是经历神 最重要的一个捷径 顺从善 那么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 能够在神的面前 能够建立与他的关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再一次我们恳求你 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 看见主在教会里面的职份 所被兴起的 绝不是从仁义而来 也不是从人权而来 更不是从民主或军权神授 乃是从主你自己亲自的设立 在我们在教会里面选出领袖的时候 也必须要按照主你的原则 按照神的话语 清楚的 准确的 照着主你的指示 来选出符合你心意的教会的领袖 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连保罗也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却要 全教会都能够认知 这是从神来所做的选利 谢谢主的恩典 继续的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回归到圣经 按照圣经来实践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以圣经为最重要的准则来遵守 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